实习民警浪大学生寒假 在派出所实习的日常 Good morning姐妹们 昨天晚上居然趁我不注意下雪了 今天长得特别特别冷 洗漱完之后呢 我就去找了一点东西 便把点把我的肚子 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所以吃了早餐都是现成的 Oh my god 我的眼睛这么这么肿呀 我这个人就是上班必带点小女士 扒了扒她嘴巴 今天早上真的是被我自己存到了 我坐电梯坐到一半 发现有东西没了 所以又返回去了 但是幸好没有吃到 不然我就完蛋了 给大家看看 一般早上开晨晦的话 我就喜欢一个人站在角落里面玩手机 紧接着今天上午就出去 送了送文献啥的 因为什么特别的事 今天出门还挺冷的 外边已经垫了很厚的雪 今天中午同事请我们吃饭 我来北方这么久了 居然第一次喝这个牛肉汤 你别说还挺好喝的 真的很想问一句 鱼缸里是明拉的事 还是她的饲料啊 我真的是一点都嫌 目睹啊 下午又去送了文件 然后就没啥事了 今天下午按时二年下班 居然目睹了一场车祸 一定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嗯 本来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高超的厨艺 我想了 边时儿边起来 居然还开始 一般吃晚饭我都是边吃饭边看电视剧 吃完饭我又开始吃草莓 但是我发现这个草莓被我放了两天 已经开始坏了 OK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贝贝 就 alternatives 两天 三天 没人